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想方设法的当演员 当偶像 当明星 古代也有长得好看的呀 是吧 当然古代是没有电视 古代有一个巨大的大美男子 不知你哪位知道啊 南北朝时期 北齐有个非常有名的王爷 叫蓝陵王高长公 你说这个名儿大伙就都知道了 历史上有名的大帅哥 这在古代那是超一流的偶像派巨星啊 蓝陵王跟宋玉 魏介 潘安 被称为古代四大美男 大美男尤其是这个蓝陵王 有多好看呢 据说是满足了当代少女的一切想象 北齐书里边正上记载 说他貌柔心壮 阴容兼美 资质通鉴也说 其蓝陵武王长公 貌美而勇 各种史册啊 都在狂赞他的言 简而言之 言而总之 就三个字啊 高富帅 长得好看 给自身能加持一道光环呢 就好比三国时期的周瑜 南宋明臣 范城大 就夸他 江左风流美丈夫 听着就让人心里痛快 他有的时候吧 长得美啊 也不见得是好事 可能还是个缺点 有人说这是瞎说吧 好看还是缺点吗 你看 你比如说说像的吧 像是有他的特殊性 他跟影视剧不一样 你偶像派呢 长得帅 长得美 举手投足 都是跟观众说啊 快夸我好看 那实力派注重的是演技 台词技巧 但是这个相声演员的特点 就是让您开心 但一个说像 那儿长得过于好看了 让观众盯着颜值呢 就会影响他这个语言的表达 那么蓝陵王现在就面临着这样一个尴尬的问题 就是长得太好看了 他要是个闲散风流的王爷呢 也就罢了 可他偏偏的要上战场 还要做一个威风八面的将军 那么当流量男神不好吗 这个历史上真实的蓝陵王啊 的确是有当男神的潜质 唐朝有个叫崔令钦的 评价他 蓝陵王长公 姓 胆勇 而貌若妇人 随唐佳话里边说的更直白 说他是白泪美妇人 这意思就是说 这蓝陵王高长公啊 皮肤太白了 长得很俊 美得像个女人 这个要是搁在战场上是个大麻烦 您就琢磨一下这画面啊 战场上马蹄声呼啸 金隔声侧耳 枕前来员大将 你瞧这大将好家伙 木若秋波长相阴柔 不管在男人还是女人眼中 这都是个绝世的大美人 你搁的现在 上个选秀场啊 上个梯台那很棒 谁看着都过去 签名啊 合影什么的 你说这怎么好意思 拎着刀拎着斧子过去砍人去 不过说回来了 战场上来往都是操汉子 谁会怕一个长相俊美声音动听的人 后世有人对蓝陵王的故事进行艺术加工 说有一次啊 他上阵杀敌 敌军首领一看 蓝陵王长得太顺了 就乐了 说来了老妹啊 快回去吧 齐国 无大将了吗 怎么派个女人过来呢 这一国的大将竟然被如此的轻视 这搁谁甚至都觉得面子上过不去 当然了 你甭管这是真的还是假的 对于这个肤白貌美的蓝陵王来说都是极有可能发生的 蓝陵王回去琢磨这也不是事怎么办呢 准备面具吧 这面具做的好 啊 很争鸣 恐怖 做的跟个鬼似的 鬼头面具 又重新的回到战场 面具在手 天下 我有 换上恐怖面具的这个蓝陵王啊 那 犹如带着天军下盘 张牙舞爪 两军阵前开打 对方害怕了 就打败了 唐代的段安杰在岳府杂录里边记载蓝陵王 以言貌无微 美入阵 记着面具 就这么说 还不使说了一次 还说了 其蓝陵王长弓 财武而貌美 常着假面一对敌 长激州市金庸下 永贯三军 段安杰描述的这个历史 是蓝陵王沙场生涯中 最出彩的这么一章 历史记载 管这个叫盲山大节 这个盲山在洛阳境内 有人问了 段安杰说的这个 长激州市金庸下 怎么是洛阳呢 这个庸啊 是土子边的那个庸 就是洛阳城的一个角 当时这个 黄土高原的北州 对北齐 发动了进攻 洛阳让北州十万大军 入铁桶一般团团围困 守城的部队弹尽粮绝 形势是非常危急 一旦洛阳城失守 整个北齐就可能连根拔起来 就在北齐的大军 哀叹绝望 叫天天不语 汉地地无言 上天无路 入地无门 有家难奔 有国难投的时候 登登登登 他们这个战神 蓝陵王出现了 蓝陵王才带着五百个士兵 杀气疼疼啊 从洛阳城外 就杀进来 这个很奇怪 这个很强悍的北州军队 也没拦住 一直就到了洛阳城下 守城的兵兵 一看来人了 谁呀 不能开门呢 外边大兵压境 这是谁呀 蓝陵王就把自己的面具一摘 弟兄们 守城的官兵一瞧 哎呦 这可不是外人 自己人 长得太俊了 人见人爱 美王爷 蓝陵王 将士们信心大增 但是这掩护 就开弓放箭 掩护着蓝陵王 打开城门 跟这个援军呢 是内外夹击 打得北州的军队 丢营弃寨 自芒山至谷水 三十里中 军资器械 弥满穿泽 蓝陵王这仗打的 那是大获全胜 打这起 威名远播呀 后来将士们 因为爱他 给他谱了一首 传颂千年的明曲 蓝陵王入阵曲 这个历史不是我瞎编的 这都是历史上记载 北齐书卷十一 记载的明明白本的 芒山之败 长弓为中军 率五百旗 再入周军 虽至金庸之下 备为甚及 承上人辅实 昌公免咒 士之面 乃下奴手就之 于是大劫 武士 共割腰之 为蓝陵王 入阵取 是也 蓝陵王戴这个 鬼头面具 上阵的这个 传奇色彩啊 流传了上千年 但是有一个这个无情的事实啊 就说这个蓝陵王面具的这个典故啊 很有可能 是后人的误会 甚至呢 更有可能是为了增强 蓝陵王传奇事迹的这个戏剧性 编出来 那戏这么想啊 在战场上起不到气势 逼人 威慑敌人的作用 所以每次出征都戴面具 这个说辞 你要诈探呢 好像也没有什么问题 可历史上真是这么记载吗 北齐里不就说吗 长弓免咒 是之面 咒 指的是这个战场上官兵们 穿的这个甲咒 它是一整套这个防护型的这个铠甲 包括戴在头上的头盔 一定要保护脸部嘛 戴这个玩意 好像只能看见眼睛 这在北齐的时候 还挺流行的 不仅是皇族将领带啊 普通士兵也带 换句话说吧 就是蓝陵王可能 并没有戴过鬼头面具上阵 中国人爱听故事 爱讲故事 爱传故事 爱信故事 尤其是像蓝陵王这样 长得好看的流量大明星 明明已经够传奇了 总还觉得差点什么 于是蓝陵王戴面具的典故 还有他跟这个王妃的爱情故事 让后世津津乐道 后来呢 不仅编了一个面具舞啊 就传到日本 到现代 拍成话剧 拍成各种的影视剧 除了有传奇的故事 好听的传说以外 这个历史上 真实的蓝陵王啊 还拥有一个非常难得的品德 那就是一个体贴下世 仁爱大度的胸襟 咱们老说那个人美心更美 就是蓝陵王 芒山之战大祸全胜不久 蓝陵王呢 自己就陷入了深深的惆怅 出身好 长得美 大仗枪 争了多 按理说 就算退休了 还能当个闲散王爷 还有这么些个粉丝小迷妹呢 那有什么好惆怅的呢 经常看宫廷剧的观众们 都知道 帝王之家 高处不胜寒 尤其是北齐啊 这个高氏皇族 六代君主 都是从阴谋和杀戮中更替 并且个个荒淫暴虐 多以猜忌 蓝陵王刚打赢了胜仗就害怕了 怕的是自己功高盖主 怕的就是这个高处不胜寒 虽然打胜仗之后被加官禁决 但蓝陵王再也不敢出风头 想方设法的 还做了些个令人不耻的事情 什么呢 收受贿赂 北齐书记载 蓝陵王在任职 四周牧 清迎二周刺史 这些个地方官的时候 颇受财后 也就是说 这个蓝陵王啊 经常受贿 他是权贵顶端家族的高长公啊 蓝陵王 那个金银财宝 对人来说根本就不交事 他能贪恋财吗 他的部下呢 也都纳闷 有人也问他 说你看 您这个身份 而且受到国家的委托 为什么呢 这么贪心呢 这么爱财呢 蓝陵王有苦说不出 他的这个属下 香苑 是一个机灵人 香苑就说了 说这个 是害怕战功过高震主 所以啊 才让人瞧不起自己 这是故意的 香苑是个聪明人 什么事呢 能看得明白 可是呢 这有一些个愣头清 闹不清楚 香苑之前 这个蓝陵王还在盈州 当刺史的时候 有个参军 叫杨世申 知道了蓝陵王受贿 贪赃的事 哎呀 可得了宝贝了 不够他得瑟 上表朝廷检举 搞发 蓝陵王因为这个呢 把官就丢了 可没想到 没过多久 又呸挂上阵了 很巧 引兵进攻定阳的时候啊 举报他那个杨世申 刚好就在这个 蓝陵王的营里边听命 那杨世申吓得不行了 好家伙 自个儿举报人家 现在回过头来 是自个儿的顶头上司 很害怕 就怕这个蓝陵王 报复自己 蓝陵王倒是挺客气 安慰他 别害怕 无本无此意 我呀 还没那意思 可这个杨世申心里不踏实 怎么办呢 高长工啊 就这蓝陵王也没辙了 那你要是不踏实 不安心 那就 好歹整理一下吧 随便找点小毛病 打二十板的 杨世申挨了二十板 心情就开始舒畅 就说除了不计较 个人得失 这个蓝陵王还体贴下属 北七书记载嘛 为将 恭勤细事 美得甘美 虽一瓜树果 必与将士共之 每回得到了好吃的 哪怕是一个瓜 几个水果 也得跟将士们大伙 一块吃 这样的好领导 在北齐 那个暴虐的皇帝和贵族里边 他几乎就是一股轻流啊 有的时候啊 这个形势比人强 你看蓝陵王这么小心 用受贿来误陷自己 这个大货 还是降临 北齐这个皇帝叫高伟 每天咱们可以细聊一回高伟 这就是人渣里边的人渣 所干的事啊 拿笔写出来都觉得恶心 高伟 这一听蓝陵路阵局 再看着士兵对蓝陵王这忠心不耳 还有各处口耳相传 赫赫战功 身里边就对自个儿的堂兄啊 不痛快 心里担忧啊 长弓兄弟啊 蓝陵王带领军队 击败了外敌 可是他有兵权呢 他是不问政事 可是他口碑好 一呼百应啊 他要夺我的皇位怎么办 就这样 猜疑 妒忌 所以这个种子 就在这个坏蛋的君王心中 迅速的 发芽生长 北齐皇帝高伟 您看过有一个陆真传奇里边 陆真那个对象 高占的第二个儿子 北齐的第五个皇帝 作为皇帝啊 没有什么雄才大略 一肚子坏水 头顶掌窗 脚底流能 坏透糖了 在高伟的这个混蛋逻辑里边啊 就是任何得人心的文武大臣 乃至皇族 都有可能是潜在的篡位者 战功赫赫 为北齐立下汉马功劳的胡绿光 就是他孩子的 本来这高伟啊 跟蓝陵王关系还不错 一块长大的嘛 哥们嘛 时不时的拉了家常什么呢 坏就坏在 关系好 有时候感情上来了 说话就没什么分寸 所谓祸从口出嘛 蓝陵王就撞到枪口上了 有一次哥俩呀 闲聊 高伟说了 入阵太深 失利毁无所及 那意思就是说 你就带五百人深入敌阵 这个万一出点什么事怎么办 这个蓝陵王啊 他是个耿直boy 居然给感动了 说了一句 家世亲切 不觉随然 蓝陵王这个话呢 戳到高伟的心眼里边 戳者无心 听者有意 高伟就不乐意了 天下是我高伟的天下 什么时候成了你蓝陵王的天下 其实人家不是那意思 蓝陵王就这么谨慎 小心如履薄冰 最后还是栽在嘴上 五平四年 高伟 命使者 徐之范 赐毒药给蓝陵王 蓝陵王 愤愤不平 一肚子委屈 这个北齐书有记载嘛 长公 为妃正是约 就是蓝陵王 跟自个儿的妃子 正是说 我终于世上 何故于天 而遭震烈 我这忠心对皇上 我怎么着了 而给我下毒 震烈嘛 这个正非还挺天真 或许 有误会吧 你见见陛下 功 唯有苦笑 天烟 何有可见 就是高长公 蓝陵王苦笑 皇上哪那么随便见的 喝完了 把毒药喝了 死之前 烧了很多别人借钱的凭据 可见他根本的就不是贪财之辈 没有真正的治国良辰 北齐王朝也就到头了 蓝陵王死了四年 北周攻下了北齐的国度 高氏皇族全杀灭 对于北齐皇族来说 有时候居上位者的平庸 已经成了一种恶 但相较之下 目光短浅 无视中间 所造成的恶果 要严重的多 然后把钱都变成全变职 现在都是小时的 或计划 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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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